機械手背,我們還是幫他加點美化的東西 那倒角圓柱 好,這邊我開始會用一些製作時候的 你可以使用的方法 把Snap打開 我一開始製作的時候,就直接鎖到Pivot 所以呢 鎖定 鎖Pivot 我現在做的時候,就直接可以鎖在這裡 直接就會從這個地方出來 他的鎖定 這個已經會鎖在Pivot上 然後呢,調整一下他的半徑大小 比較厚度 倒角的位置 這樣比較好看 好,那這樣還沒好 因為現在他沒有對中 好,所以 所以,其實要對中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種東西如果是從 這個方向做,他的Pivot在他底部 這長出來在他底部 所以要做Affect People Only Center to object 把它放到中間 然後再用一次對齊指令 對齊指令 對齊指令 我們在這裡 稍微做一下編輯 F3 F4 選點 按著Ctrl 按著Ctrl 所以我會建議你用F2切換到這個樣子 比較清楚 好 好 只是做一點編輯 讓他看起來比較 好像比較好看一點 好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呢 就做複製 好 就按著Shift就會複製出來 複製出來以後 尺寸上我可以縮放一下 因為每一節都越來越細 所以我就會再把它縮放 調整一下 好 好 那這邊有個比較麻煩要注意的 做過說法 做過說法 請記得一件事情 做過說法的東西都要去做 Transform Toolbox 做一次Reset X4 好 因為每一次我都只是要Yes 不需要什麼其他選項 所以可以把它關掉 他就不會再跑這個 Yes 好 這樣就做完Reset X4 好 好 那我現在開著鎖定 開著鎖Pivot移動 就直接可以移到這裡 你用對齊指令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用 鎖Pivot的移動 他也會直接鎖到 這上面 好 那我就得到了 看起來像機械轉 更越來越像機械手臂的結構 然後 定刻指令 這個跟著這個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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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移動 關掉鎖定 平常操作就不用開 好 那現在就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需要我這個要操作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的東西了 接著需要一個box 其實就是一個桌面 在他前方的地上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再高一點好這樣 然後另外呢 還需要一個圓柱 再來一個transfer thing的 拉近一點看 倒角 設定一下 我開倒角 純粹只是為了讓這個罐子看起來比較好看 好 並沒有說 並不是為了他說要有一個 他一定要做這個樣子 他才比較 怎樣的原因 只是為了讓他看起來一個罐子比較好看而已 好 所以其實box也夠倒角box 不過沒關係 那 我鍵的時候沒有開鎖隔點 所以他在 有沒有 隨便一個位置上 坐標在隨便位置上 把它置中 這樣可以了 至於在哪邊 都沒有關係 看一下我們要 還是把它歸零好了 好 那 這是我們這一個 機械背的動畫所要需求的基本物件 就是這個樣子 做的比較好看一點點 那 動畫的操作 我們要做的動畫是這樣 這隻機械手臂本來在這 手臂本來在這 然後呢會 到這裡 拿到這個罐子 然後把罐子拿起來 放到這裡 我好像坐太高了 好不管它 好 沒關係 把這個整個往上搬 你看 這樣 所以到這裡拿到 舉起來 放在這裡 然後手臂再回來 這個過程 好 就這一個 罐子會跟到這裡 接著再跟到這裡 好 如果完成這個動畫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到更進一步的動畫 好 就是這個 他去拿罐子的時候 這個可能是個機械平台 他才移進來 等到他放上去以後 機械平台才移走 好 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動畫的效果 好 所以特A現在所需要準備的 好 就是這樣子的結構